画面当中这一幕发生在开封龙亭区 这位身穿红色衣服的中年女子情绪为何这般激动 她和这位老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让老人备受指责 这一切还要从张女士的求助说起 受罪想要好好地照顾老人 孝敬老人 这本身是一件好事 那么到张女士这里却成了麻烦事呢 她为什么会如此难受 在老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说话的这位是张女士的丈夫许先生 她告诉我们母亲去世后 她便和弟弟一轮一个月的照顾父亲 刚让她想不到的是 就在2016年6月份 妹妹突然把老父亲接走 一直照顾着老父亲直到今年夏天 然而接下来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至于父亲当初是如何离开妹妹家的 许先生说她并不知情 但是有一点她不放心的是 年迈的父亲从妹妹家回来之后 便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许先生告诉小警员 父亲一直住在弟弟家里 但是并没有跟弟弟在一起吃饭 那么许老汉为什么执意要一个人生活呢 在她内心里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带着一系列疑问 田奥全一行人来到了许老汉的住处 面对田奥全的询问 徐老汉不愿多说 只是一味的向后退缩 那么老人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呢 是他有意躲避 还是内心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 就在大家不解之时 公安传来了吵闹声 这位情绪激动的中年女子 是徐老汉的二儿媳妇小方 为何谈起老人 他一直回避不愿多说什么呢 见他态度如此坚决 一旁的张女士走了过来 田奥全也在极力的劝说小方 希望他能够平静下来 二十分钟之后 小方终于同意坐下来 听听公共的想法